男人为了跟心爱之人同房 不惜亲手砸碎了书房玻璃 破别破 破好了 然后光明正大地抱着被子 来到小娇妻这来 理所当然地说自己那玻璃破了 要在这住几天 破了 怎么破的 穿了怎么破的 是小人不小心弄破的 破得厉害 三两天估计修复好 得十天半月了 十一娘说书房不能住了 还有有很多其他空余房间 可是侯爷却厚着脸皮要住这 你其实我不忍不 你在这里 十一娘没办法 也只好帮她一起铺床铺 侯爷静不自觉地拉着她手 情不自禁慢慢地靠近来 有点害怕的十一娘还是躲开了 侯爷竟向她表明 之前是自己疏忽她的 没有 侯爷但我很好 小心 晚上 分床睡的两人都难于入睡 侯爷起身拿起一本书 问他为什么喜欢看这书 日常消遣而已 都是些民间故事 神话佳瑶看着走过来的侯爷 突然有点紧张 害怕说不出话来了 紧张地说完 有机会就想看看这世间风光 侯爷没想到两人竟有相同想法 不少年 睡吧 看着侯爷伸过来的手 吓得两只大眼睛蹬着他 看侯爷也只是比自己盖被子 内心松了一口气 很庆幸侯爷从未强负过自己的意愿 半夜听到侯爷被噩梦缠身 不自觉地躲到床边安抚着他 没想到平日里那么严肃冷清的一个人 竟有如此脆弱的一面 次日 十一娘找到灵波 说侯爷最近总是噩梦缠身 梦是心之所限 询问侯爷是不是经历过什么血雨腥风 当年老侯爷和世子不慎中了欧家的射击 命伤战场 那一战损失惨重 几乎全军覆没 侯爷还是放不下吧 得知侯爷经历这么多痛苦 承受那么大风险才换来徐家的安宁 原来凭看着有些冷酷无情的侯爷 这竟是他保护自己和徐家最好的方式 还得知侯爷在老侯爷在世的时候 和那些肆意飞扬的公子哥没什么两样 喜欢笑 喜欢踢球 十一娘不由地想象肆意飞扬的侯爷笑 晚上照应和灵波把醉酒的侯爷送了回来 十一娘悉心照料他 哪知却被他一把抱住了 不敢动的十一娘 也就由他这样胡作非为地抱着了 不断地拍火着他睡觉 看着终于睡着的侯爷 慢慢地直起身来 疼得这老妖差点都不是自己的了 真想捶死他 有点不敢 也有点不舍地替他盖好被子 看着又在做噩梦的侯爷 不免多了几分心疼 用手替他轻轻抚平额头上的皱纹 半夜睡来的侯爷 看着床边的十一娘 在看着自己被拉着的手 内心没有一点动容 说出来都没人信 在感动至于把他抱上了床 想起灵波的话 看着熟睡的人 忍不住地吻向了他的额头 次日醒来的两人四目相对 十一娘下的连忙坐起来 这是发生什么了吗 侯爷的话彻底惊呆了他